歡迎大家今天來歡迎星光大道 我們來插播最新的訊息 剛剛我們提到跆拳道 今天很有可能再拿下兩面金牌 其中一個四強裡頭 已經進入了前兩強的決賽 稍後三點鐘呢 女子組的呂絲柔 就要拚冠亞軍 不是拿金牌 就是拿銀牌 我們連線給記者王柏林 告訴我們最新戰況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那麼在這個跆拳道場上 中華隊下午有兩名選手出賽 分別是林伯聰以及女子選手李思榮 那麼林伯聰在稍早的時候呢 是擊敗了選手 那麼晉級了第二輪 那麼不過我們的女子選手李思榮呢 在第一輪呢 是輕鬆以8比0KO了的加拿大選手 不過在第二輪的時候呢 碰上了來自博多黎哥的選手 那麼這名選手呢 由於他的身高呢 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李思榮呢 在打起來的時候是格外小心 那麼雙方呢 其實技術還有這個身材 都相當可以說是蠻接近的 所以打起來呢 格外小心 第一輪呢 是以0比0 雙方都沒有得到任何分數 那第二輪 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呢 李思榮呢 一度曾經取得了1比0的領先 不過在第三回合的時候呢 這個波羅利哥選手呢 把優勢搶回去 所以雙方欣賞了1比1 平手的局面 那麼根據大會規則呢 只要是平手的話呢 就會進行到這個延長賽的 揍死戰 那麼這個揍死戰呢 一樣是兩分鐘 誰先獲得分數呢 比賽就這樣結束 不過呢 在雙方在揍死戰的時候呢 也是打來背上的格外小心 不想有任何的閃失 所以進攻來講 都相對的保守 那麼最後呢 在揍死戰呢 雙方也沒有得到任何的分數 那麼根據大會規則呢 這個雙方 如果說是在揍死戰 依然是平手的情況下呢 像有四位副裁判 還有一位主裁判投票呢 那麼看這個比賽的過程中 是誰比較有優勢 那麼誰就可以獲得這場的勝利 那麼經過裁判這個投票表決呢 是認為李思榮呢 在整個在進攻的過程中呢 是掌握比較的高的優勢 而且呢 就攻守節奏來講呢 也比對方的這個選手來的優勢明顯 所以呢 李思榮呢 是順利的晉級了這個冠軍戰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信心 我們把現場交還給棚內 好的 我們看到呢 就是最新的戰況 跆拳道的女子49到57公斤的 李思榮呢 在稍後三年中呢 會再有一場最後的決賽 不是金牌 就是銀牌 我們先進廣告